是 是 好,那意思 我嘗試跟你說 意思先 這裡 是要我們解決的 那一條 因爲那一條 而這個是那條線 Y等於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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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這個是不是就是Y 這個可以嗎 是的,可以 那是什麼呢 它要我們找的 原來就是說 Y等於0 Y大於0 那什麼叫做Solve Solve是Solve for X Solve for X 意思是什麼呢 麻煩你找 譬如第一條 麻煩你找X的範圍 給我看 而令到 Y 是大於0 而令到Y 即是X有一個數字 令到Y大於0 是的,而X 不會特別是某個數字 而是一個範圍 一個範圍 OK 好了 而現在我畫的這一條 你會說我畫在哪裏? 橙色 即是怎樣畫? 橙色 橙色那條線 你會說我畫在哪裏? 這一條 在畫在X XS 它有沒有第二個名稱? 它第二個名稱就是Y大於0 X Y大於0 是嗎? 在X軸上面 就是Y大於0 嗯 在X軸下面 就是Y小於0 我以為負數是小於0 對 好了,講回現在第一題 它要我找X的範圍 令到Y是負數 那就是Y是要Below X軸上面 所以這裏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Y的負數? 是 但我要正數 現在它說Y是正數 剛才我好像調亂了 現在的題目要Y是正數 所以應該上面這裏 Above X軸上面 Y才是正 OK 而它要答什麼? 它要我答是X的範圍 它要我答是X的範圍 所以就是這兩分 你明白為什麼紅色那兩分? 明白 所以分別就是X小於3 或者X大於0 這個是O 那答案就是這樣 好 OK 不過呢 我嘗試和你講完第二題 其實呢 不用太麻煩 背個口訣就行了 說真的 背個口訣就行了 三兩句講完 好了 這條平衡和這一個圖是合適的 你知道什麼叫合適嗎? 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現在是完全一樣的 是不是? 就是-X2-2X加15 和這條算是完全一樣的 OK 好了 而它要的是負數 它要的Y是小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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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Y是小於0 這裏的Y是小於0 那它叫X 這裏的X 這裏的X 就是小於0 我紅色的這個地方 就是X 會令到Y是負數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這樣 左邊的一塊是X小於5 右邊的一塊是X大於3 那是0 這裏的 似乎聽得很辛苦 是 我教你一個口訣 我教你一個口訣 OK 我用回剛才那兩題來嘗試做個例子 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說不可以說得到你 純粹說口 還是不要用剛才那兩題來 A完 第六題 對 計數機在嗎 我現在出去了 記得我的老師給了一個 就是form1-3的天書給我 就是我們那一班 可以用 是 不過你要記住 會幾辛苦的 因為起碼 你讓做點 讓做點 其實會用你很多時間 就是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好 OK 不可以再玩 form5 其實是的 就是你無論如何 你怎樣頂都要頂 這兩年 是 如果做不頂的 真的不用 至少要拿到一個3 至少 都是的 是 好 其實拿2 沒有人會收起 我想尤其是你的情況 如果你因為數學 而令到你無法入 那實在是很不值 是啊 因為你其他成績 都不錯 甚至不好 是啊 OK啦 我中文有點麻煩 現在LS慢慢進步 嗯 是啊 是要頂的了 好 好 好 第八題 亦都是 你嘗試什麼都不要管 先按formula01 好 先按formula01 -1和2 -1和2 這次小心 這次呢 A是多少 A是負數 A是負數 那會怎樣呢 而剛才呢 其實我上面說 那個所謂的口訣 那個所謂的口訣 原來一定指明 A是正數的 A是負數 現在是負數 那怎麼辦 是否用不到 原來不是的 我只需要 是否抽出來 對 只需要將一條 這樣寫 但你小心 是不是大等於 不是 是要 等一下 太大等於 是 是 我剛剛看錯了 以為你沒有轉 因為你兩邊成負一 所以不得可以調轉 原來這條數 它掩眼法 說小過0 其實是大過0 用我們的口訣 所以現在應該用的 是 大過0 要兩邊 OK 大過0 要兩邊 要哪兩邊 那就是 x小過等於負一 或者x大過等於二 好 要兩邊的意思是 這樣 OK 因為你畫素線的時間 你畫素線的時間 負一是在左邊 二是在右邊 你說要兩邊 那當然是 這樣子 OK 所以就得出 就是我們現在 看到的這兩個 要兩邊是奧合的 好的 行不行 如果是 如果你知道這個做法的話 其實 其實 現在後面那些 所謂3rd question 我們照做到 我們嘗試做 10和11 這次我會寫 應該你展示出來的步驟 給你看 好了 黑筆就是不寫下去 答案的 藍筆就是寫的 好 麻煩你發明了01 OK 3和-1.5 就是-3 over 2 還有-3 over 2 這裡是我們自己想的過程 我們做的步驟 應該寫 x-3 和2x-3 寫下來 這部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而本身這個A 是正數 所以已經符合了我們 背 所謂口訣的條件 答不答到我 答案是要中間還是要兩邊 答案要是兩邊 小個0 小個0 小個0嗎 對 我這樣一個 中間 小個0是要中間 OK 好了 所以我們點式答案 藍筆 答案我們就這樣寫 這樣已經可以了 給個3和-3 為何好像這麼容易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這麼容易 喂 其實呢 你說李老師 看圖 和畫表 畫表是最笨的 畫表是超複 即是公開示 公開示不好 總之 你懂得最原始地這樣計 你就已經可以了 是啊 你說畫表 我知怎樣畫表 他說把這裡分開了 三個 三個月 然後這裡 放一個數 這裡放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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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否要交叉 看看是 真無厘 其實是很傻的 但是他考試 會不會這樣問我們 會不會用表情問我們 不會的 他不會講到明 如果畫表 他會要求你 但是他會給圖 給你 噢 即是不用自己畫的 就算他給圖 給你也好 其實你是用圖來計 還是用 我現在教你的方法來計 其實沒有人知道 對 對 而他不會說 講到明 要你用 所謂的 Tabular method 不會的 嗯 所以其實 都是 懂得計 已經可以了 其實 就算不用Graph 你也可以計 是啊 總之你 你這麼方便 01 最主要你要搞清楚 你是否可以直接背 大個零要兩邊 小個零要中間 怎知可不可以 你覺得好像被人騙錢 其實是的 對 最主要你要留心 A是正還是負 我們要的A是正的 我們要的A一定是正 你記得這件事OK 那很容易記 因為A是正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是普通的 我怎知道A是正還是負 不正常的 我們要警惕 是吧 所以很好 第11題 你一抄完題目 即時 把正負好完全 扔回轉 是不是 然後又轉 更加要不等好 是 是 麻煩你 黑筆就是我們自己想的步驟 麻煩你方便下零 -5 和1 over 3 對 X就是-5 和1 over 3 所以這個步驟怎麼寫 我們就寫的兩個factor 就是X加5 X加5 和3X減1 那同樣你回答我 是要中間還是要兩邊 這一次是小個等於 所以A是小 所以A是小過0 那就是 他小 要中間還是兩邊 你怎麼回答我這件事 要中間還是要兩邊 中間的意思即是這裡 兩邊的意思即是 你回答我 我不是中間 我不太記得那個次序 OK 口徑呢 口徑呢 我再寫一次 大過0 就兩邊 即是你這樣寫大過0 因為大過0 就有兩個 那小過0就是中間 我不懂你怎麼記 總之就是大過0要兩邊 小過0要中間 OK 小過0要中間 今次是小過 所以今次是中間 對 所以就是紅色 那怎麼寫呢 就是X給那兩個數夾著 是 OK 做完 哇 就是 就是這樣 OK OK 可以 可以是不是 好 當然 其實還有一些特別的 還有一些難一點的題目 這個是真的 不過就是 你 你 如果背到這個 起碼你可以應付到很多 正常我們會問的題目 他不是太多了 太深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OK 好 這裡可以不 暫時 可以 就是起碼 起碼未必會 就是幫到你 明白老師說 就是說什麼 但是起碼你會先識計 就是另外自己識計 是 對 就是應付到我得 其實說真的我未必需要理 老師說什麼 只要我懂得計 我考試得到分就OK了 對 還有 說這麼多 是不是真的會考的 這個很重要 你說這麼多還要說不明白 就是頭大了 然後你跟我說 原來是不考的 那就浪費了 是啊 真的覺得自己被人欺騙錢 現在被人欺騙學費 學校 給這些東西好像壓時間 你教我怎麼操卷好過呢 好 不要緊 這個就是上次那份 那你現在想看上次那份 還是開另外一份 沒有所謂 對 你記不記得這個 你有沒有做 有 這個 這個認識的 這個應該認識的 這個應該認識的 這個答案其實就是 A5 除B7 這個就比較簡單 這些比較簡單 比較直接的題目 可以用來buffer一下 到時候做數 做到很傷心的時候 就做一下這些數 其實是好的 其實是好的 因為這些實在太重要 我想2也沒問題 2也 是 ok 我想3factorize 都沒問題 對 我忘記了 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我想做多次 好 你在紙座是不是 是 這個可以直接用format01 看看可以不可以 x-5 2次 A 說一次 x-5 2次 A A OK 我對 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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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順手 寫了一個x 很正常 這就是 真的扣分 對 很困難 其實是 這些minor 小心 好 看看b 2A2次boy -20 Aboy -50 boy -2 boy 3次 我呢 就會抽了 2和boy 出來的 2boy 然後 A2次 -10 A 再加分 25 最後多了 b 2次 就是 2b 然後我代替 剛剛那個 再減 b2次 等於 A 5 2次 B2次前面是什麼 A-5 B2次 B2次 B2次前面的符號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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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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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得到 跟得到,我們就 好,繼續 我要這些那麼直接就好,這些文字看很麻煩 哎呀 好 這條百分別 你有沒有做 我好像做了,但是我記得這一題我做到很頭痛 OK 我這一題我不是很懂得怎麼做 其實我先試想多次 好 OK,John呢,他的Computer Game 是啊,我列出了一條色,但是很奇怪 例如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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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我們經常投入很大的地方 我們逐句看,John賣了電腦給Peter 賣了電腦給Peter,賣了20% 所以是否應該有1.2% 是 或者我寫得公正一點,是1加20% 而Peter轉手給Mary就虧了20% 所以中間會有1-20% 是 這兩個賺錢就OK 好了 而John賺的金額是40元 就問Mary給了多少錢 好了 所以呢 40元應該是寫在這裡 問題是成定除,以及你想計些什麼 Profit 是20% 這是Profit 這裡原來講一些東西 就不用1加 因為 40%是賺錢 20%是賺率 可以 所以就這樣 相除 已經可以 相除 我不太明白怎樣 因為呢 現在我們這樣計算 我們想計算什麼 我們想計算 阿John本身多少錢 收到多少錢 阿John收到多少錢 阿John收 又或者是阿John和阿Peter中間的賺錢 OK 阿John和阿Peter的賺錢 即是阿Peter付出 和阿John收的 那個錢 OK 原來這個就是200元 但是我怎知道是脫 阿 因為呢 40元是他賺了的錢 這樣就賺了20% 所以你要賺的那個數 應該是否給40% 40元是大 是 那你想想 40元乘20% 即是8元而已 那怎麼會是比40元大呢 所以Peter看除 OK 所以原來呢 阿John收了 或者Peter付出的就是200元 所以呢 阿Peter 做阿Mary那單生意的時間 他的本是200元 是 但是他虧了20% 所以呢 這個200元就搬到這裡了 那我們現在想找些什麼 我們想找的是阿Mary付了多少錢 那Mary付的錢呢 就必定付200元少的 那所以 所以就是成 對 那也做完了 那60元 哦 原來是這樣 OK 你慢慢想想 其實 是很麻煩的 是很麻煩 但原來有時候 我們也都是 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大概知道 有時候你試一下 試一下就會試到 那些答案出來 當你選對 在哪裏試的話 是啊 即是你 喂 不是成就除的啦 題目意思 那兩個數 應該哪個大哪個小 那你原來就會試到出來 OK 因為 因為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 所謂阿Don 賺的那40元 這40元是賺的 不是他收的 是賺了那部分 而他賺的率是20% 所以 應該就是40元 和20% 做一個 成除運算 就已經OK 就不需要一加 因為你要一加的意思 就就是說 那個是cost 或者是 sealing price 才有 1加20% 這個factor 所以我們 這樣算出來的話 就應該是sealing price 或者John的收 或者Peter的比 所以 就是按照剛才說 應該是成成除 那你就猜 你計出來答案應該是 給40元 即是大還是小 然後我們發覺 成就不可能只有8元 不會是500元吧 那就是除了 是這樣猜出來的 好 好的 我想第五應該不在 要啊 我不懂probability 對啊 第五不是probability 是嗎 不是嗎 你再看清楚是什麼 simult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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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那我試一下做多次先 idem 5coins 我2元coins OK 5y加2x等 1value等於144 然後之後 42coins 嗯 嗯 嗯 是y y是他們幾個 就是y加x等於42 是 那已經有兩條式了 是不是 啊 我之前為何想不到呢 我以為有probability 我就give up了 不是不是 那 這一類題目 你不要以為公開試不會出 公開試是會出的 但是因為這一個呢 正正中 正中是simultaneous equation的題目 所以你要有step出來 為什麼 我現在計算了 可以 我覺得自己已經沒那麼不喜歡數學了 現在 我覺得自己厲害了 麻煩你 其實OK 真的 其實真的有進步 不過就是中間的過程 真的很辛苦 Y是等於20 好 嗯 那麼快 好 我就 還在寫中 那就是的 不過 就算 就算 你明知道這一條 是要有step的 但是其實我們都不妨 是列完 列完兩日式之後 就按program 1 即是有什麼好過你 知道答案之後走去做 不妨這樣做的 而這一條呢 因為他的問句 How many $5 coins 所以我們要計的只不過是Y 那X呢 其實我們可以不計 我們計到這裡已經可以停 然後你就寫個答句 所以 the number of 5 dollar coins 就是20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即是X可以不計給他看 又或者省一點時間 避免多了很多錯 這樣就已經可以收工了 是 好 那六題你那時候會不會沒有做呢 因為是 我應該好像做了 我的 但我不太記得 不要緊 我好像做了 我現在很快寫給你看 因為 A part 就沒有特別的 他那A part 就沒有特別的 平時這樣做 對 只不過 B part 你可以說特別少少 因為他再多了一個 equation 即是 inequality 再多了一個 inequality 我很快寫給你看 OK 咦 我有沒有看錯 我有沒有做錯 其實真的 等一下 A part 的答案 OK 那 對不起 我看錯了 -5 就在左邊 2 就在右邊 正中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向左走 一個向右走 所以答案 就已經是這個 好了 B part 特別的 因為B part 他另外說 再加多一個 extra 一個condition 這個 我們畫圖要很小心 我們畫圖要很小心 現在的數字相關的就是 -5 -4 和2 OK 小心 我們畫圖 A part 的範圍 出來 A part的範圍 應該是 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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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嗯 OK 好了 另外 B part 去extra 的 就是這個 但我想問 你知不知道 A part 那個答案 和現在這個 x 小過-4 它的 是N 還是O 呢? 你覺得應該是N 還是O 即是A part 的答案 A part的答案 即是 這個 是 和B part 這個額外的 information 它們 應該是怎樣 應該用N 和O 首先 -4 應該不用理會 因為-5 已經包起來了 不是啊 要理會 要理會 所以你要想 究竟 A part 現在橙色 柔左的範圍 和X 小過-4 這個範圍 的重疊方法 或者選擇方法 應該是N 還是O 有分別的 有分別的 為什麼呢? 如果是O的話 那我 游 現在X小過-4 的範圍 我是不是可以用 橙色不游 是 我 我說你有油就可以了 是吧? OK N的話 要全部油 如果N的話 如果N的話 要Overlap 對 我就會用不同的顏色筆 油 那哪裏才要呢? 就是 Overlap 才要 所以你會發覺 所以兩個情況 答案就不一樣了 OK 現在我開告給你聽 原來 A part和B part 是用N來做一個連接的 OK 意思是 又要A part 又要滿足A part 同時間也要滿足B part X小過-4 OK 這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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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要的地方 只不過是雙交的地方 重疊的地方 所以就會是X小過-5 可以嗎? 可以 好 等一下 看一下這一條 這條是SAT來的 SAT來的 SAT來的 我完全不記得了 這條 真的 OK 那就試一下 它能否引導到你 Min和Mode有沒有印象? 有 Min是Average Mode是重複了多少次 最多的數據 最多的數據 我們從這個表看 出現得最多的似乎是154 所以A part和Mode就是154 應該 我看不到單位 我想是CM OK 那Min Min是Average 或者總之 就是所有數加起來 所有數加起來 就除了有多少個數字 OK 其實是很長的 其實是很長的 就是一條式 如果真的要寫 我寫一點 140加141 1加142 加144 加144 加16 即是余儲類推 就加了所有數 而現在這裡 其實Total number of data 就應該是4 5加6 加5 加3 加3 這個 我記得是Number of data 19 22 所以這裡除了22 這個就是Min 那一條式 OK OK 不是叫你現在計 起碼你要有個印象 原來Min和Mode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OK 還有這裡當然是按計算機 但是按就不是真的直接這樣按的 其實是要轉Mode Mode 4 可能就會按得快一點點 還有高中的話 不用Mode 4 你就算不到 Min是160人 好 好 那我開始記得了 OK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個Stam會是兩位數呢 我想了一想 哦 Tens Tens是兩位數 意思是 譬如第一行那個0的意思 就是140 好 好 Be class 好多英文 看給你吧 Cure students leave the class into a day to remove from the stem and leave diagram the knee heigh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is 10 increased by 哇 真是慘 走了之後 它就increased了1.2 是的 所以你這樣反應 你都會知道 那兩個本身是應該比較矮的 矮仔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問題是 跟哪個數比較矮呢 就是跟原先的mean 即是說這兩個 是這個mean 是的 即是說原先這兩個存在 其實是同所以加的 即是你兩個走了之後 現在呢 即是我們立即提高了那個 平均值 哈哈 這個意思 即是真的要快點請你走 要死 好慘 OK 好了 那這裡當然我 就可以給你一些資料 資料 資料就是 原先這一堆數的total 我剛才按機 其實就是3542 的 OK 意思是 剛才我是 將3542這個數 除了22 就得出161 OK OK 而 這裡 你明白那個問題 是不是 如果你明白的問題 那我做給你看 我做給你看 好了 因為它說 這麼搞笑的 這個mean height 就是increased by 1.2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計算到 那個新的mean 應該就是原先161 就減1.2 159.8 對嗎 那我們也會計算到 就是從個mean 我們會計算到一個 叫做leal total 其實159.8 就乘回20 想一下那個20 想一下那個20 是怎麼來的 2 students need the class 沒錯 所以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或者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就由22 變成20 那乘出來的答案 就是3196 對 而原先 total 就是對上這個 現在變成這個 將它相減 就是 等我計算 走了那兩個 其實總身高是多少呢 原來就是 346 暫時去到這裡 可以嗎 可以 寫了 好奇怪 弄那麼久就做錯數 為什麼呢 會不會我開始計算錯了 都未必 而言之後 它還有一個線索 它就是說 新的20個數 新的20個數 是會有 2 most OK 會有2 most OK 所以情況有幾個 原先我剛剛懷疑 又計錯數 會不會走了 其中一個是154 原來不是的 因為如果346 減154 的話 就是 192 意思就是 走的第二個就是192 但192本身是不存在的 所以可以還原 走的那個就不是154 原來呢 那是誰呢 看看 3 4 6 3 4 6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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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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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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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為什麼會奇怪呢 那min是這個 然後就減了1.2 然後乘回20 不知道要減了這個數 3.4.6 那邊兩個數會有2 2mode 其實問心是真的要走154 是真的要走154 有3個 所以他一天不走這樣一個 不可能會有2mode 會不會有一個人是154 如果有一個人是154 所以另一個人是192 但是本身192 都沒有同學192 那麼高 唉 唉 我知道什麼事了 是 增加1.2 應該是加來的 怎麼會減 不可能會有問題 啊 傻傻的 好 OK Sorry 我們趕快改 所以應該是162.2 好了 所以乘 就是 3244 剛剛原先一直做的流程力OK 是嗎 嗯 154 是 是 好 那原來呢 如果 298 減了其中一個154 得出的答案就是144 那 現在144 真的 有的 所以走的兩個 分別就是144 和154 那麼新的模式呢 就會是 剩下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兩個 這兩個就是那個新模式 好 但是為什麼是減154的 因為現在說的故事呢 全部東西沒有變 即是沒有同學加入 只有兩個同學離開了 那麼 那原先模式 我也是減了 那個 那個3542-3244 是 他們兩個身高的總和 對 這樣減了其中一個 那我們怎麼知道其中一個是154 因為 原先那個模式是154 它就是有三個同學的 那麼 現在題目的資料 的線索就是說 那兩個同學走了之後 就變成有兩個模式 而且是說有兩個數字 哦 因為他們一定是 所以就知道是154 又或者是這麼說 154的同學一天不走 我不管你走多少個同學都好 那個模式都不會變 都是154的 哦 那一定是154 所以一旦有動的話 走的一定是其中一個154 OK 怕不怕? 怕了 麻煩你 好 那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是星期日 那我時間接到你們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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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